家人一年喔 喝下來的手搖飲料 可以蓋165凍的飲料 好可怕 真的還假的 我們現在算糖是最魔鬼的東西 你的珍珠奶茶的熱量 可能可以高達700大糖 700 700你知道我要跑多久嗎 所以升糖組織如果非常快的話 對身體砂糖力很大 它不能夠容納 容忍這麼高的血糖在這裡 因為馬上也會加料 珍珠奶茶好不好 200 今天下午6點 晚上10點 超市吃在野片湯 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這樣過 長輩照顧為什麼有些父母 他會有怨言 我覺得是這樣子 一個小孩不需要兩對父母 他需要一對父母 一個可能是兩個主父母 兩對主父母 所以我覺得不要勉強主父母 要完全按照父母的標準 去養小孩 因為其實如果我們回憶一下 小時候什麼時光最快樂 可能是寒暑假的時候回阿公阿嬤家 那個時候最快樂啊 你為什麼要剝奪他這個權利呢 這個邏輯有道理 來 李醫師 這本來就是兩種不同的 教育下出來的家庭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 這個狀況應該是你自己找的 你要不要把他帶回這個所謂的 婆婆家裡 讓小孩有個快樂童年 要不然就讓小孩自己 好嚴重喔 如果說你不去溝通這個事情 我覺得你老公是超級好老公 第一個我要先贊取他 我也覺得你是超級好媽媽 因為你會顧及到 我們真的很正確的健康教育的概念 可是呢 就剛才我們這個 詠琳老師講的 如果這一次有這麼嚴重嗎 這個比例上的問題 所以說你如果讓小朋友 有一次快樂的回憶的話 那是不是這一次 你可以就放開心胸 讓他稍微這幾天放肆一下 沒有關係 過兩天他又回到地獄的時候 他馬上就送到你的訓練 他又回復正常了嘛 不過 好可憐 好想要活在地獄裡面 老公講這樣 不過這一點我倒真的很帶成 因為其實很多夫妻之間的衝突 其實本來很小 但是如果有牽涉到媽媽層面的時候 父母親層面 在講說你媽媽怎麼樣的時候 其實不論是做媽媽或做先生 做妻子或做先生 都會開始會fight出來 因為我們就是我們問題 你幹嘛再講到我媽媽這樣 所以為什麼剛才Q小媽還有一個狀況 他是當著婆婆的面 婆婆跟他要那根爸爸 所以我丟掉 我們兩個想要講同樣的事情 是不是 因為婆婆會認為說 這是我給我孫子的 你怎麼可以把它丟呢 對 你這樣是不是對我看不起 婆婆的表情就是這樣 對 他是一種侵犯跟不受尊重 對 你這樣到我的地盤來 我給他棒棒糖 你應該接受 沒有我老公接手過去丟的 我們還在講棒棒糖是不是 因為我老公 看到我兒子在吃的時候 這麼大 我老公立刻就丟了 我就給我老公一個眼神 我就這樣 其實我給你一個建議 每個人都有童年 你讓他吃吃看糖 你如果不讓他吃糖 等他長大以後 他可能整爆昆弩 黑姐你很難得 你竟然是 對 童年啊 就是應該讓他什麼都嘗試 等一下等一下 有些小孩子是 你在面前說不准 和他離開你以後 哇 更大分的去做 你不如讓他嘗試 紅麗的媽媽講話了 不是不是 沒有 因為其實他還是有吃到零食 只是在我面前 我是盡量不可以 就像比如說 他每次到他家 一到一進門就塞一個 你給我吃 媽媽還沒回來 你就給我吃 我相信 他一定會的 因為我發生過 好啦 主要 這當然我們說是一個 心態的問題 怎麼樣避免爭執跟吵架 所以結論老公很重要 是 老公剛出來當橋樑 但是媽媽也要放輕鬆一點 對不對 不要把家裡當地獄 真的 另外還有男人 老公無法理解的狀況三 你總是要跳出來了吧 我們沒有了 我們講完了 我們講完了 對不對 不是 因為他們兩個 我講的時候 他們再多講一個 他們要加錢 這好我來講 好 那你的狀況 我覺得 在家裡面 大家都有紅小孩睡覺的經驗 在我們家的家規是說 雅蘭定下說 9點半上床睡覺 那 對 那9點半對我來講 我覺得它是一種 必須要 睡覺是一種很舒服 跟安靜穩定的事情 就讓他們舒舒服服的上床 那我就說 9點半囉 來姊姊弟弟 來去刷牙尿尿 換睡衣 好我們準備上床睡覺了 但因為我是柔和的 要舒服的 所以大概他們刷完牙尿完尿 換完之後 然後跑來跟我們講晚安 更安 然後我和他們上床 大概是9點50分 或10點鐘 超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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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超過10點 就超過9點半 半個鐘頭 差不多 好 然後呢 所以我覺得 因為他們是 懷抱著非常好的心情 這是重點 對 但是雅蘭她就不能接受了 雅蘭她就開始 不管是大人還是小人 一起罵 她說 我說9點半上床 你們都要拖到這麼晚 都是你寵壞了 就說我了 都是你寵壞了 說來要不要刷這麼久嗎 9點半上床 就上床了 現在幾點了 10點了 明天跑不起來怎麼辦 就開始罵 你罵 可以罵10分鐘 20分鐘 我說你嘴都不會痠 對小孩也一樣 他們認為說 小孩子 我媽媽不是講9點半上床嗎 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才要上床 你們明天爬得起來嗎 到時候你又賴床 賴床又沒有時間吃早餐 到時候又說你不餓 然後到時候又不餓 又來了 又急關槍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的問題很簡單 怎麼樣 照顧孩子 一點點小事 這是很小嗎 大吼 真的有這麼好生氣嗎 我覺得他不在罵小孩 那些話全部都是講給你聽的 是嗎 因為他在怪你 執行力和人家 他在跟小孩說 你怎麼還沒有上床 其實在跟你講話 為什麼小孩還沒上床 你不是要幫他們刷牙 對 幫他們洗臉什麼 為什麼你 他只講好聽一點 他其實在罵你 對 罵完我就在罵小孩 算是講比較好聽 對啊 他在跟你講 他是叫你快點 把這些小孩弄好 讓他們上床 不是 那你們家的情況 不會這樣嗎 我們家很好 他現在不用上學 等他要上學他就知道了 其實一般 尤其是 比較說全職的媽媽 會有一個我們稱為 所謂的 章魚媽媽 章魚媽媽就什麼事情 她都要管 因為她會不安全不放心 對 這個我真的要替我們所有的媽媽 尤其身為媽媽以後 她的腦又變成 從青少女的大腦 又變成媽媽的大腦 所以我們就要拿一個 不一樣的大腦嗎 不一樣 因為她荷爾蒙會隨時在改變 在女性和男性有個最大的差別 我們有兩個地方差別很大 第一個 就是跟情緒有關的 情緒裡面有一個專門 是所謂的警報系統 女生她就是比較小 那個位置在這個地方 我們稱為 的位置 女生相對比較小 比較小她為了 要維持安全感 她又一直放電 一直放電 隨時有警告 所以真的是男女生 在安全感上面 她是有差別 這是有性別上的差異 再來第二個 剛剛你就講 她很多話 怎麼一下子 就可以再講二十幾分鐘 你不要忘記 女生我們之前 我在複習過 男女之間 這個左右兩個腦之間 有一個神經橋樑 稱為 平肢體 那這個平肢體 就是把左邊 那種很理性的理由 她右邊很感性 要憤怒連結在一起 那連結在一起 她話量當然就增加你們的三倍 上次你都沒有好好注意聽老師講的 是是是 所以你現在連結在一起了 對 我要幫雅蘭多說 這是很正確的 是是 老師的話要聽 對 腦袋的結構還是不太一樣 對 差很多 真的 這張是什麼呢 就讓大家看清楚 為什麼老公老婆 對照顧小孩的想法 會這麼不一樣 你看看 老公以為帶小孩是這樣 是怎麼樣 是怎麼樣 很好啊 我們也是這樣戴啊 是啊 是啊 怎麼可能 應該很快樂啊 怎麼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 帶小孩是這樣 這樣 女兒耶 我一定是當白臉的 可是我老婆 只要現在 就是對小湯圓有點不爽 還是什麼 或者要誓詞她 要跟她講說不可以的時候 她就會說 小湯圓你看喔 你看爸爸喔 她生氣囉 然後我就 我就不是要配合我老婆 嗯 小湯圓不行 但我會覺得說 剛才我不是跟你講好說 白臉我伴嗎 她老婆已經把那個馬國畢 交得很好 她根本就是她的兒子啦 也對 哈哈